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7号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自由亚洲电台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零下石嘴山 一煤矿爆炸 18人死亡 2人被困 香港团体中联办抗议 中共判刑广东劳权人士 中共是否向日军提出停火建议 学者畅谈毛泽东抗日真相 零下石嘴山市白基沟一煤矿 9月27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截至发稿前 已造成18人死亡 仍有两名困工被困 生死不明 事故救援指挥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经初步判定 此次事故属于非法开采引发的事故 目前 企业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美国财政部于星期一 因朝核问题首次直接制裁中国企业 美国政府通过声明表示 中国辽宁红翔实业替代朝鲜光鲜银行 向朝鲜提供了为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服务 因此将中国红翔实业的法人代表马小红等共四名干部 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 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财产 另一方面 韩国认为 在没有官方的默认下 红翔不可能顺利地向朝鲜走私核武原材料 因此 中国有关单位的调查 有可能会涉及到政府官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 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嘉良今天发出公开信 表示陆媒《环球时报》对新加坡的报道捏造说辞 《环球时报》21日在报道中指出 新加坡在18日落幕的不结盟运动高峰会中 执意要求放入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背书的内容 报道还说 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 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明确表达了对仲裁结果的认可 罗嘉良的公开信中表示 上诉对新加坡的言行报道是不符实施和毫无依据的 新加坡代表团从未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及南海或仲裁结果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下午公开回复 再次指责新加坡对南海问题的表态不中立 并要求新加坡反思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访民石锦华9月25日在北京上访时遭到当地解访人员的维稳 绝望之下在宾馆内服药自杀 被送往北京丰台又安门医院目前生死不明 维权网站《权力运动》的负责人胡锡告诉本台 长期以来以发展房地产为产业 恶意授权 地方政府的财产权益进行恶意抢劫掠夺 是造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在市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又无法得到司法的救助 造成市民铤而走险 造成户害 令人感到心痛 都与中共恶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月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黑龙江级访民自杀事件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约40位牧民 9月26日在其政府门口跪地求助布国 9月27日部分牧民到首府呼和号特市 向自治区农业厅集计检委 举报当地官员贪污腐败 将草场私下出租 苛扣草场补贴 以及村委会账目不清 同时一位牧民对记者表示说 二十四个牧民去内蒙知之区 能一天领导在用牧民的操场 自己操场 然后我们总体团就接几几位说来的 三分之一的就外地人工作人在用的了 还有一部分牧民操场 独立后 却是卖的香味 牧民没有操场了 这种就是连天的牧民没有操场了 今年7月上旬 该其牧民曾两度到其政府请愿 但都无果 因此才到自治区农业厅和纪检委寻求帮助 重庆永福煤矿约全人 不满当年国企改制时 全场300余名员工的 谷金及红利被侵吞 在约70名谷权人到公司门口 举牌抗议无果后 27日 十多人再次启程 前往北京上访 参加此次维权的孔德群告诉本台 我们是最90年改制的 当时不是打破铁炮碗吗 当时国家量化我们都是一部量化股 然后自己又出自一部分 然后投到产理 产理他都用各种手段 逼迫我们的员工 辞退了我们 他要辞退我们的时候 叫我们要就是出自的那一部 但是国家量化的那一部分 你就一直在谈你 但是自己我们就一直没有分红 一位员工对记者表示 目前有十几个人准备27日到北京上访 中国国家网信办官方网站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内 总共关停了11459个微信公众号 当局表示 公号被关闭的主要原因是散布不识信息 涉谎 涉报 涉诈骗等 有媒体人提供的一段视频显示 多名网络警察在电脑屏幕上 注视着密密麻麻的微信聊天群 观察着网民的聊天内容 湖北网络作家刘一鸣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对于当局大规模关闭微信公号 不久前也被封号的刘一鸣还表示 这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直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 美国笔会日前发表报告 指世界上多家大型媒体向中国妥协 开始对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自我审查 报告更直接点名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 以下是新铃的报道 美国笔会日前披露中国以各种手段限制外媒记者 而在这些压力之下 就连一些著名的大型外媒都不得不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 当中点名批评路透中文网 只期待网站于2013年被短暂封锁后 就开始避免中文版网站出现政治敏感内容 而不会将英文版报道全部翻译 有记者透露 他们被要求自我审查 回避报道中国人权话题 美国笔会直指彭博新闻社 曾揭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戚 在海外持有巨额资产 此后就遭受中国政府多番刁难 事件最终导致参与报道的记者赴财德被停职 此时被指令彭博成为中国政府 树立为外媒听话合作的模范 对此关注事件的一名法律工作者告诉本台 媒体为了争取在中国大陆的生意 就连集聚工信力的路透社彭博社 也做出了妥协令人感到心寒 今年年初 国际记者联会的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令 及审查等新手段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报告特别提到 去年法国记者高杰因批评中国当局对新疆的政策 遭到当局不续发记者证 而当外国记者离开中国时 他们的个人物品经常被没收 澳大利亚天安门时报总编辑软杰 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对于路透社、彭博社收紧其报道的标准感到难以接受 但海外媒体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和收买是公开的秘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 广东劳工维权人士曾飞扬、朱小梅和汤欢庆三人 去年12月被广东公安当局拘捕囚囚禁 三人星期一在广州市藩渝区法院被判拒重滋扰社会秩序罪 分别处以刑期和缓刑 香港有团体26号到中联办抗议 请看陈盘的报道 十多名职工盟及社名联成员从西环西区警署 游行至中联办 他们沿途高喊抗议口号 抗议者不满 三人在囚禁期间 遭到当局的不人道对待 家属被剥夺探访权利 其中曾飞扬被捕六个月后才得以见到律师 有关的判决更是打压劳工维权的政治审判 我们要执问中国政府当局 他们所滋扰的是什么社会秩序 如果他们真的有滋扰社会秩序 这个就是官商勾结 这个就是资本家买通些 官僚不用遵守劳工法例的社会秩序 这些社会秩序不要都可以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非常愤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位劳权人士 他们所做的 不过是一直提供法律支援 他们所做的就是协助劳工 去跟资方集体谈判 对你力争 蒙兆达又指 大陆只有一个中华全国工会 该工会腐败无能 打压工人运动 才令这些劳工团体为劳权四处奔走 从而不断被当权者迫害 勤业人士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 三位劳权人士及其他在求的劳权人士 中联办一如既往的没人出来接信 勤业人士最后把信件贴在门外 然后和平离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年来 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 究竟谁才是抗日主力的争论 一直不断 2016年 日本学者远藤玉的著作 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为外界解释和还原这段历史 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今天请您继续收看 本台华盛顿首级栏目主持人北明 及本书的作者 东京福祉大学特任教授远藤玉 和中国大陆独立学者王康先生 一起来探讨相关问题 今天请看第二集 各位观众 日本学者 日本福祉大学的教授远藤女士 和王康先生 我们这次接着谈 我们上次的话题 毛泽东的抗战 蒋介石想要做什么样的战略 把所有的这样的军事情报 通过潘汉年 交给了严谨公管 就是日本外务省方面 那么日本外务省 他不懂军事方面的事情 所以交给了银所 银所的那个 就是汪金卫政府的 那个最高军事顾问 对对对 给他交给他了 那么通过他 那个日军都知道了 这个国民党的那个战略 就是蒋介石 重庆政府的战略是怎样的 下一次在哪里 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的 都知道 所以按照 潘汉年提供的材料来作战 日军作战 我下面 这是基本的方向 我再重述一遍 1941年8月30号 已经是德国执行 巴巴罗斯计划 已经闪电战进攻了苏联 离太平洋战争爆发 还有四个月 12月7号 所以1941年8月30号 是个非常关键的年头 那个时候如果远程三郎 当时他是少将 能够成功地消灭中国的 政略和军略的 这个最高首脑机关的话 那么确实 那么就是可以结束 自那战争 整个世界 亚太地区的战争情况 恐怕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中国最高的 军事情报 这个情报不可能是意大利 已经撤离中国将近一年的 意大利大使馆 能够提供的 OK 很有意思 这个特别有意思 好 远程教授 我想那个查一下 远程三郎的日记吧 他有他的日记 很仔细的日记 因为您的书里面 专门有一张提到远程三郎 对对对对 所以我提这个问题 好 远程教授 我们接着往下 我们时间有限 现在那就是既然 我们能够确凿的 从严谨的这个回忆录当中 和您查的资料中 能够确凿的证明 中共向日本提供情报 那么日本对这些情报 是什么态度 是怎么索取的 是不是 您刚才说了 两个字我注意到了 出卖 那么出卖就是有来有往 他们是不是 有什么代价来索取这些情报呢 当然的 那个对那个情报 就是日方给了盘汉年 每月2000港币的 那个情报提供费 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 一个月一次2000港币 那么2000港币呢 是相当于五年的 那个一般的公务员的 香港公务员的那个年收入 五年的年收入 这个是每月给 然后就 他们又说了 这个我们要那个 发抗一个杂志 就就有 向那个盐警要求 一万港币 然后就 说这个说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盘汉年要求多少 就盐警 应一是不管多少 都给了 都给了那个盘汉年 有求必应 没有那 无限的给了 所以然后他 他自己在这个 他的那个 回想的上海的 这个记录里 他自己写到 这是外务省的机密费 那么那个 日本方面的 使用机密费的 最多的那个 最多的机密费的人 就是盐警应一 所以他就结果就被 那个降级了 降级就是 就是从上海到 那个广东去了 这么的多的 就是投入了中共 所有的 就是日本国的 国家的那个 机密费的 很大部分 都给了盘汉年 然后让盘汉年呢 通过这个 就是为了 壮大 中共的力量 就是使用了这个 作为广告啊 宣传费啊 就是使用那个 人民 那个 就站在那个 中共那方 王康先生 这笔机密费 看来在日本 外务省 外交情报机构 是个专款专用 而且呢 从情报费里头 从日本的情报费里头 占了很大的比例 那么我想问您 就是这笔情报费 在 在这个 中共 得到这笔情报费 在中共的整个的 延安政府的运作当中 占什么比例 有什么意义 中共的抗战期间的 这个整整八年的 经费是很充分的 首先来自国民政府 根据国共合作的 那些有关的协议 国民政府先后给 巴勒运提供了 2560万的法币 2560万 给新市军 提供了171万 将近172万的法币 新市军因为是 晚能事变之后 40年年初之后 是11年之初 因为是 被动物是叛军 所以晚能事变之后 就没有提供了 总的 总的 数目是 2730万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当时在抗战期间 中共的军队的 享有的这个待遇 跟中央军完全一样 而且国民政府还 给它大量的战略物资 子弹啊 医药啊 各种什么棉被啊 你一看 朱德 周恩来 彭德怀 除了毛泽东之外 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 国民国民军的衣服 有一幅照片是 朱德和毛泽东 在延安一个窑洞里面 看一个地图 一张照片里面 朱德帽子上来 是青天白日 那个徽章 但是另外 大多数的 同样照片里面 那个徽章被抹去了 被抹去了 周恩来在武汉 在重庆 更是全身容装 都是国民国民军的那一身中将 他是中将副主任 所以第二笔就是莫斯科提供的 莫斯科根据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名义 每年提供给中共的这个经费 大概是150万美元 也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这个莫斯科和重庆政府提供的这个资金 足以满足就是延安 八路军新市军 所有的军政人员 老百姓的全部的全部的开支 还有就是山东焦东的黄金的这个 这个制造和贩卖 因为就是在延安大面积种植的因素 和这个贩卖这个所谓的淹土 这个三五九旅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后来莫斯科给了大量资金 莫斯科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本来想杀 蒋中正就不敢杀 必须执行 后来看到胜利 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到重庆 跟蒋中正进行国事谈判 毛泽东不愿意去 也只好去 除了其他之外 人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还会继续提供经费 而三五九旅女长王正 后来成为毛泽东的新妇 后来一直出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但是国民政府提供大量经费之后 换来的是一个推倒他们的 这么一个武装集团 我认为这个 就是这个情报费 情报费用恐怕不是主要的 这个提供情报主要是在 共产党军和日军 后来还有汪伪政权的军队之间 达成军事上的默契 军事上的互不侵犯 甚至军事上的合作 这个军事上的同盟关系 远远比那点经费 它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袁灯教授 您在书中的第四章 第六节您专门谈到 潘汉年向日军提出停战 提出停战的要求 说这是在日军 要日军在华北与共军停战 对吧 我想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内容 您这些资料怎么来的 怎么会知道的 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个是从回想的上海 这本书的这里写到 明确的写到 有一天潘汉年通过 那个袁书 袁书是另外一个间谍 中共的间谍 那么通过那个袁书呢 建到了那个 潘汉年 然后潘汉年向远景提出了 中共军和日军之间的停战 那么这个呢 刚才说的那样 他是那个严谨 英一是外务省的人 他不懂那个军事方面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 如果是为了停战的话 只能把这个 潘汉年介绍给营佐 就是日本军方的代表 对对军方的那个 那个王金卫政府的 那个最高军事顾问 营佐 就介绍给他 然后呢 这个那个袁书 也非常吃惊 他就是没想到 他会那个提供这样的 提出这样的要求 提到这样的要求 停战 中共和日军之间 抗日战争 不是那个 不仅把那个 国军的军事情报 提交给 卖给那个日方 又跟那个日方 要求这个停战的话 他也那个 严谨也是那个 吃惊了 然后所以他明确的 那个写了 很多那个 关于这个 潘汉年 停战的时候的 那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刚才所说的 这个 潘汉年 向严谨 向严谨提供的 提供的这个 中共的内部材料呢 这个的 意义是在哪呢 先 交给严谨 因于 中共内部的情况 然后就让 严谨 相信 潘汉年 然后 这之后呢 才提到了 停战 中共军和 那个日军之间的 停战 所以 我也好不容易 猜明白了 为什么要 把中共的 内部材料 要交给 那个日方呢 而且这个 中共的这个 内部材料 都是关于向银的 新四军的 新四军的 向银的 向银和那个 毛泽东是 从来不对付 是啊 不对付的人嘛 向银是主张抗战的 是啊 是啊 他是那个 所以在这里 他的报告书里 写到 向银那个 叫蒋介石 委员长 委员长 是这么 这么写的 然后就 那个很佩服 那个 蒋介石的那样 然后就 如果说是 那个 国共合作的话 一定要 真正的 国共合作 这是向银的 那个意见 那么毛泽东 是不是在 那个洛川 会议 他说 秘密地说 百分之十 可以 那个 像 为了那个 抗日战争 那个 投入 那么 百分之二十 是为了 协助 宣传应付 对 跟那个 蒋介石 然后 百分之七十 是 七分发展 为了 为了那个 赚大 对 发展 发展 那个中共 使用的 他不是这么说了吗 那么这个 他特别 这个 向银特别 反对 这样的做法 这个 这个内容 也在这里有 所以呢 我好不容易 才明白了 那个 为什么 彭海年 向那个 日方提供了 中国内部 就是毛泽东 被日本这刀杀掉 他的党内的政敌 关于 关于这个 这个 严谨 严谨 您在书里头提到了 严谨 用三头六臂 来形容 潘汉年 提供情报的 这种活跃性 和这个积极性 而且说 那严谨 潘汉年很有勇气 他说 潘汉年 以华北 停战 谈判 的名义 和当地的日军 忠贞 迎左见面 那么我就有一个 这个里头说的是 他以停战的名义 来建日军 那么呢 就是说 这个停战 就变成了 他建日军的名义了 最开始不是 最开始接触的时候 没提到停战 首先是 跟那个 严谨 说 我要提供给你们 这个 重庆政府的 军事情报 所以很高兴 日军很高兴 所以想要 那个军事情报 我这个问题 让我接着问下去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这问题还没问完 问完了您再补充 就是 他在这个 严谨 在这本书里都说的是 以停战 以华北停战 谈判的名义 要要求建日军 那么既然是名义 他这样写 他就是 他认为 潘汉年 是要建日军 但是提出一个 谈判停战的名义 那么谈判停战 就变成 不是目的 变成名义了 老康 我这个问题 还有包括 远腾教授 就是 你们怎么评价 潘汉年 非要跟日军相见 非要提 甚至提出停战的 这个事情 要跟日本人 来 跟日军 来做一些个 什么 直接见面 要谈什么东西 您怎么理解 这个事情 怎么理解 远腾教授 这本书里面 潘汉年 是个核心人物之一 他也是 中共的情报系统 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传奇般的人物 他的一生 也是悲剧性的 他曾经策动 鲁迅 直接出来 站在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一边 那是跟中国 左翼作家 很大的一个支撑 而且曾经策划 宋庆林 加入第三国际 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也策动 两广军阀 和十九路军翻讲 策动有关的军阀 让出有关的地道 让红军的长征 得以顺利的实施 他甚至还介绍了 拥戴袁世凯 称帝的 策安会的六军事之一 杨渡参加中共 但是 这个潘航林 意识当中 最重大的 这个情报工作 就是他是 毛泽东的 年日 年亡 导奖政策的 关键的执行人 他的一生 也是因为这个 而跌宕起伏 1955年之后 他就必死无疑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时间又到了 我们把下面的内容 挪到下一次再来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浏览更多内容 好 我是景轩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